2008年之后我看了一本就是王安逸的《谈话录》 里头有一篇的就是专门讲你的 因为我说就是说在当初那个晚霞消失的时候 那个小说很有名字 跟着好像就那个杂志 就一个笔墨单轻写你的 我当时感觉特别好 那文章那个报告文学也写得好 然后就开始就比较关注你 他这个东西我就看得特别仔细 就这反弹录 不好意思 有的不知道的人 不但熟的就过去了 他里头谈的不止一个人 他就说他在83年 就是在美国刚碰见你的时候 他说丹青很纠结当时 别人都在向美国认同 他说他在那往回认同 当时我看得到我就印象特别深 我就想现在想问 就是丹青先生就说这么多年 从他说的那会是83年 然后到现在 你现在就是说你找到没有 就是说在东西方文化 这个认同意是在哪 文化的比较大 对 安逸来是83年 是我满苦恼的一两年 八二八三八四这样子 说起来就是文化震撼嘛 就是会很失落 然后我是一个怎么说 我出国不太像后来出国的人 他目的非常清楚 我要去找当代艺术 我要变成世界艺术家 我要进画廊 我要怎么样 我好像真的没有这些 因为知青很容易满足 对我来说 就我都没想到有一天会出国 所以我就出国 出国我一直说 我真的就想去看原作 但我出去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要面对这么大的问题 根本不只是原作的问题 你整个的咱们说的那个西方 就是太庞大了 就你在里头 不是说你失落 就整个我知道的中国 我从那里来的这么一大片 都不算了 就那个时候你会蛮失落的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就是 怎么说 就是我想你到一个新地方去 其实你有目的 其实蛮好的 后来我看到来的人 目的非常清楚 要办绿卡 要买房子 要进当代艺术 或者要怎样 他非常清楚 他没有苦恼 他会奋斗 他非常清楚 他那地儿在哪 然后就往那走 该认识什么人 该走哪几步 我好像没有 我好像没有 所以就这么给震撼了两三年 但是另一方面 我生存能力又很强 农村都能受得了 这纽约没有受不了的事 就实际上生活没有问题 生活没有问题 八五八六年以后就好一点 但是还是有私人问题会苦恼 就是说起来是好事 在我这儿变成个坏事 就是我有画廊 我一去就有画廊 我得保持一天到晚画西藏 这是画的要吐出来 可是那个能挣钱 就这个痛苦特别长 大概差不多到 八七八八年这样子 后来我就索性就再也不碰西藏了 这个要有点勇气的 因为你的饭票就停止了 看家本事就要冤了 那不是看家本事 就是你的看家主题没用了 看家本事拿的干嘛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画西藏可以 可是我画什么 我又从来不愿意去凑热闹的人 比方说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第一件事情 你恐怕应该先别画画 我做不到 我还是挺喜欢画画 可是画画我知道这是一个 在纽约找死 纽约是一个 等于是个前线 你还在画画 不是说没人画画 但是你就 不是从功力那一面 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语境 一个语境 如果十九世纪 大家都在画画 你有种快感 你在比 谁比我好 我也得那么好 可是到二十世纪下半 没有这回事 大家比的是另外一个系统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你既在做一件最喜欢 最能做的事情 又是一件最 没有价值的事情 在中国不会这样 可是在美国 尤其在纽约 你就变得很 就这些东西搁一块了 就差不多一直到八十年代末 我才心理上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找到新的主题 我就画别的东西 这一下就开了 开了以后 就等于你在自己做的艺术这一块 你摆脱了整个过去 同时又没有跟过去中断 你还在画那一路画 比方写实的 这时候就好多了 好多了 到九十年代 我想我在一个 很充实的情况当中 所以当我们说一个 东西方文化的时候 实际上在说 就是在你身上发生什么 我不太敢谈得太大 不论谈得太大 太大或者是另外一种谈法 但在我身上 其实很具体 就你还要不要画画 好你要画 你要画你画什么 好 这个时候是一个 是一个坎 等过了这个坎 你知道画什么了 我觉得就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是不是东方西方 就可以细说